大家好 欢迎来到惊天一TV 今天是2022年的6月4日 三天前 澳洲统计局发布了 1月到3月澳洲季度经济数据 这个视频小于就来为大家更新一下 澳洲经济的最新情况 在过去的一个季度 澳洲国民生产种子GDP 录得了0.8%的上升 使澳洲的年度GDP增长达到3.7% 这个数据体现了澳洲经济在疫情之后快速反弹 然后现在是趋于平稳的增长 增长速度接近澳洲经济在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 这个季度的澳洲GDP增长 主要动力来自于净出口和居民消费的增长 澳洲的矿产和农产品出口总值季度增长达到9.5% 主要原因是乌克兰战争和其他一些资源出口型经济的供应链紧张 致使国际市场上矿产和农产品价格持续攀升 作为矿产和农产品出口国的澳洲自然能从中获益 另外澳洲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仍然强劲 导致上个季度澳洲的零售 餐饮 运输和其他服务和娱乐行业的生产总值 均录得了3%到4%不等的增长 澳洲进口的家用汽车和电器也大幅增长超过30% 居民消费增长最为强劲的澳洲地区是首都领地增长3% 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增长2.7% 和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增长1.9% 而在澳洲的各个产业中 生产总值下降最多的行业是农业 录得季度下降5.8% 主要的原因是澳洲的农业大省昆士兰州发生洪水导致 其他生产总值有所下降的行业包括了矿业 房地产和医疗行业 主要原因是天气 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加息和新冠疫情环节导致 澳洲消费的持续增长导致澳洲的人均家庭存款有所下降 从上一个季度的13.4%下降到11.4% 但仍然远远高于疫情前5%左右的平均值 显示澳洲家庭的消费力在未来几个季度还有很大的释放空间 就业方面 澳洲的失业率连续三个季度下降 从前个季度的5.1%降到上个季度4.2% 再到这个季度的3.9% 是自1974年8月以来的新低 随着就业市场的火爆 澳洲工资指数也录得0.7%的季度增长 和上个季度增长持平 总体年增长达到2.4% 上个季度工资增长最多的行业是教育娱乐和服务行业 物价方面 澳洲的季度物价指数CPI上涨2.1% 年度上涨5.1% 是自2000年9月季度以来的新高 在物价升高的压力下 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很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进一步加息 房地产方面 澳洲新建房屋数量略为下降1% 主要原因是天气劳工和原材料短缺 这个季度澳洲政府发放的补助数量仍然高于新冠疫情前的水平 政府支出的大头是对东海岸受洪水影响居民的补助 和免费发放的新冠快筛试剂盒的采购 在未来趋势上 总体来说澳洲已经走出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澳洲的疫情限制措施自从3月开始全面缓解以来 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居民的报复性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也开始减弱 澳洲联邦大选刚刚结束 澳洲工党上台对澳洲经济的长远影响还不确定 但是澳洲股市在选举结果出来后并未有太大的波动 反而在选举第二天有些微上升 显示出澳洲的资本市场对新任政府还是有一定信心的 澳洲统计局估计 国际局势紧张会持续造成澳洲经济的波动 澳洲新一届的工党政府 预计会在今年的10月份公布上任后第一份财政预算案 到时候小议会再出视频讲解 现任的澳洲政府对于澳洲经济的政策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赞订阅 最后这个视频的彩蛋是澳洲新任政府内阁 相当于国内常说的领导班子 宣示上台的新闻片段 我把这个片段和中国领导人上任的新闻片段 进行了一下对比 还挺有意思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来找找不同 看看两边有些什么不一样 2007″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